有粉丝朋友私信我问我这个绑钩 为什么看别人绑的钩都非常整齐 到自己去绑了 长短不齐 长的长短的短 其实绑钩非常简单 想要绑一把比较整齐的漂亮的鱼钩 必须注意下几点 我本来想做一期绑钩视频给大家 但是鱼线我的鱼线都特别细 绑出来的钩你在视频里面看不到鱼线 所以简单的给大家聊一下 咱们用拆线板 大家在绕的时候 它虽说圈缝都一样 长度都基本上一样 但是在你裁剪过程之中 在你绕的时候你这个手的力度不一样 然后裁剪之后它这个长短会不齐 所以在裁剪之后 咱们要比一下长短 比方说我这一次我要绑十复一钩 我就绕了十圈 然后裁剪之后看一下 捏住这一头 然后又剪刀 给它剪齐 然后再捋过去 剪另外一头给它剪齐 这样你这个子线长度它就会一样长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兄弟们在你绑钩的时候 咱们用那个八字绕线手法那种绑 或者你其他的手法绑一样 这个线已经是 子线已经是一样长了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在你绑钩的时候 预留的那个长度要一样 我用的是手绕法那种绑法 长度在那个钩子那个弯曲度那里 我都丢的是一样的长度 你可以丢长一点 两端你在预留的时候 一定要预留的一样长 每次绑钩你要预留的一样长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兄弟们 就是说在你绕几圈 你这个鱼钩绕几圈 那个鱼钩也是绕几圈 你这十幅线的鱼钩 你说绕几圈 它都是绕几圈 然后你多绕一圈 少绕一圈 它这个长度就会有影响 然后咱们就是说 我再定这个钩具 你每幅一钩 这十幅一钩 钩具要一样长 所以兄弟们 这个绑钩非常简单 有的就是说 显麻烦 不愿意自己绑 去买成品 我想说 我个人觉得 自己绑的钩 用着比较放心 有的买的钩 兄弟们质量也是不错 但是你回来之后 你要拉一下那个鱼钩 要拉一下 以免在你做钓的过程中 脱钩 那个鱼钩松掉 还有兄弟们 就是注意什么呢 就是在绑钩的 在这个绕线的过程中 用这个绕线板 拆线板 你绕线的过程中 不要拉得太紧 以免这两端 给子线造成伤害 还有其他的要注意的吗 我 在我绑钩的情况下 也就是这几种情况 我不知道你们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绑钩 我之前用过一种方法 就是一块木板 在这里钉一个螺丝 或者钉个小钉 然后鱼钩绑上一头 然后把这个鱼钩挂在这个螺丝上面 往下拉 你想绑多长的钩 然后再钉一个点 每次在这里绑上钩 每次在这里绑上钩 拉过来之后 在这里裁剪 然后再绑另外一个钩 这种方法兄弟们 用着也不错 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 我感觉比较麻烦 然后每次要 一根一根的弄 这个感觉比较麻烦 这种适合什么 适合就是说 你绑的鱼钩比较多 绑二十负三十负这样子 它的那个绑的长度都一样 如果你绑十负鱼钩 每次绑十负鱼钩 就按第一种方法 如果你想一次绑三四十负鱼钩 而且长度都一样 那就用第二种方法 拧上一个螺丝 或者一个小钉 然后绑好一头鱼钩 挂在上面 量一定的长度 然后每一根都在这里拆剪 然后绑第二根一头鱼钩的时候 预留一定的长度 预留一定的长度 每次都一样 然后圈数 每个鱼钩圈数都一样 这种方法适合 绑多的鱼钩 这头的鱼钩 先绑那个鱼钩 你就不用管它 你绕多少圈 然后你预留多少长度 这个都无所谓 最主要的就是 过来之后 拆剪这个长度 和绑第二个鱼钩 这个长度 好了 我不知道我的这期视频 能不能帮助大家 让大家能够 绑好一板 比较适合比较漂亮的鱼钩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兄弟们 本期视频的 明天拍在这 有喜欢钓鱼的兄弟们 欢迎在西瓜视频 搜索东哥钓鸡鱼 观看更多的视频 兄弟们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前天啊 邻居 借我鱼钩去钓鱼去了 我说着把这个鱼钩给他 他说他不钓 玩不了 然后回来之后 干袋也没了 干肚也没了 到鱼店 拿着鱼钩去配干肚去了 大大大小的小 只找到了一个这个 能装上 到不了底 所以啊 我准备用这个刀片 给他削一下 兄弟们你们也觉得 你们的干肚 还在吗 干肚这东西 兄弟们 一定要保护好 为什么 如果你保护不好你的干肚 你把干肚弄丢之后 它鱼竿在肝包里面 干烧啊 容易跑出来 跑出来之后呢 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它容易弄伤 或者是弄断你的干烧 所以啊 干肚 和那个护干袋啊 一定要有 不然 等坏了之后 就不是要配一个干肚的钱了 兄弟们 就是要配结了 配结 就不是 就不是这三块五块的问题 能解决的了 好 到底 颜色 金黄色 我又缠了一个手把截 这根干子 经过上次的教训之后 这根干子 我还有两根干子 是在家里面必备的干子 就是预防有亲朋好友过来借鱼盖用 你说别的张干口了 你不借吧 也不好意思 对不对 所以啊 必备了 必备了 几根干子 你来借 就把这根干子 借给它用 坏了 坏了也不心疼 也无所谓 反正是 反正是 好兄弟们 好兄弟们 你们的鱼干 咱们打出来 咱们看一下有多少没有干肚和装干带的兄弟 咱们在平林区打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 好兄弟们 北京视频咱们就拍到这 有喜欢钓鱼的兄弟们 欢迎在西瓜视频 搜索东哥钓鲤鱼 观看更多的视频 好兄弟们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有网友说高手一根干 新手摆地摊 我感觉这句话说的不对 为什么 咱们都是从新手过来的 刚开始咱们去钓鱼的时候 都是一根干 因为你两根干 你也看不过来 对不对 一根干 你刚开始钓鱼的时候 一根干 你能看过来吗 一根干 你钓的时候 你看片的时候 你有时候还会跑口 你别说两根干 你根本就看不过来 只有在自己的钓剂 在不断的提升的情况下 两根干 你才能看过来一片 对不对 还有 就是说 有的钓友会说 我这是妙论 那么 无论是说什么 就都会有 两个问题 就是反正派 你说对 他说不对 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像国家一级钓鱼大师 大家都知道几个 你可以去翻一下他们的视频 你说他们是新手吗 是新手会评为国家一级钓鱼大师 国家钓鱼大师 国家特级钓鱼大师吗 你看他们都用几根干 两根 一根 有的时候会更多 如果我海干会打个海干内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你可以去看一下 还有怎么说呢 就是说 我在我们 我在我一个钓友群里面 我发布了这个 关于这个新手 一根新手 那个摆地摊 高手一根干这个话题 我就问一下 钓友们 我说这个怎么看 好多钓友 大部分钓友 都是说用两根干 一根手 一根钓 我也是这样 我经常就是用两根干 一根干子挂玉米 手鲤鱼 手草鱼 我们这里草鱼 基本上就没有 另一根干子 抽白条 钓鸡鱼 能手 能弓 我感觉是这样 然后有钓友就说 他用一根干子 一根干子 我问他 鱼情怎么样 在你 钓鱼的时候 你的鱼情 决定你用多少根干子 如果你鱼情那里特别好 一根干子 你就忙不过来 你没有必要去用两根干子 对不对 如果你哪里鱼情不好 就像我这样 一根干子去手下鲤鱼 另一根干子 钓下鲤鱼 钓下白条 两个都能看过来 你如果鱼情好了 你这一根干子 你就忙不过来 你哪有时间去看那个浮片 对不对 所以说啊 这个高手一根干 新手摆地摊 这个不对 我感觉 高手和新手 用多少杆子 和你是高手和新手没有关系 是鱼情决定的 是你的自己的喜好决定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钓友们 你们在平时 野钓的时候 咱们不说黑根 黑根肯定就是一根干子 你想用两根也不可能 对不对 咱们在野钓的时候 你用几根干子 说一下 大家可以在下方评论区 咱们探讨一下 你用几根干子 你掉零几年 掉零多长时间 你用几根干子 大家就可以知道 是新手或者是老手 或者是你可以说 我喜欢钓一根干子 我喜欢用两根干子 我用两根干子 一根干子 一根干子 手大鱼 另一根干子 钓小鱼 大家可以在下方 欢迎大家积极隐悦的探讨 在下方评论区 欢迎留言 好兄弟们 这些话题 咱们就讨论在这 有喜欢钓鱼的兄弟们 欢迎在西瓜视频 搜索东哥钓鲤鱼 观看更多的视频 兄弟们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七米二的干 挂玉米 水深四米 半个小时 连爆两根干 哈喽兄弟们好 刚才去给我朋友去钓点 送水 然后到地方之后 他跟我讲 他小舅子跟他一块玩 半个小时 抱了他两根七米二的干 我说怎么回事 是不是碰见大鱼了 他说大鱼个毛线 七米二的干 兄弟们 我会跟我讲 他小舅子七米二的干 入水 七节的 七节 他入水三节 三节多 然后吃千 四点零 大鱼吃千 四点零 水深四米 抱立起干 兄弟们两只手 抱立起干 十分钟 抱了第一根 鱼都没见 然后 又换了一根 同样是七米二 还是挂的玉米 内玉米 挂的内玉米 兄弟们都知道 内玉米 白条和麦碎 它都会给你顶条 换了之后 又过了十几分钟 又给了一个顶口 兄弟们 继续抱立起干 又抱了 抱的都是第二节 兄弟们抱的都是第二节 然后我问我朋友 我说 你小鸡子呢 他说把它给粘走了 不让它掉了 再掉一会儿 我的肝子都在那锅爆完了 他说 他小鸡子说 他的肝子都是次品 我想了一下兄弟们 这个 水深四米 吃千4.0 你肝子入水三节到三节半 你如果抱立起干的情况下 兄弟们 我感觉百分之八十到百百分之九十 第二节都会抱 你想象 兄弟们 你抱立抬干的情况下 下面那个稍微有一点点 稍微有一点点重东西 它第二节 那个弧度就会很大 如果你肝子受过伤 或者是肝子不好 第二节就非常容易抱 我没抱过肝子 我一直想让他抱一根 但是没有抱过 然后 他小鸡子气得也不轻 然后几个钓友就在那里讨论 我说 那个是不是那个大鱼给他扣 他说 那几个钓友就说 狗屁大鱼给他扣 他用的是内玉米 用的是五号一石泥 然后他怕有几鱼去吃 然后内玉米是一个玉米 一剪两开 挂的是半颗玉米 下去之后 应该是撬嘴给口 往上面顶口 顶了三目 然后往上一抬 干尖兄弟们都没有沥水 干尖还在水里 第二节直接就抱了 然后他小鸡子说 大鱼 这个鱼大得很 大鱼 然后 把那个 断结 还有浮飘 捞上来之后 兄弟们 玉米 半颗玉米还在 然后他就说脱钩了 继续第二根 和第一根一模一样 也是也是顶口 顶了三四目 然后暴力 踢干 第二节又爆了 把浮飘鱼钩 现阻打捞上来 玉米还在 所以说啊 这个暴力踢干 兄弟们你要看你的装备好不好 你装备好了 兄弟们随便你怎么抱 你装备不好 那就是爆肝 不是爆了一起肝 那就爆你的肝 我还有一个朋友 兄弟你看到我视频 你不要说我说的是你啊 反正是我一说 你也知道说的是你 我这个朋友 上次我们一块儿就玩 兄弟们 钓也钓 一斤的鲤鱼 让他抱了一踩干 兄弟们 鱼之烟飞后面去了 他都没看见鱼是长什么样 刷眼飞后面去了 他问我什么鱼 我说你自己钓的鱼 你连手感都没有 你直接飞后面去了 你还问我什么鱼 你自己看见什么鱼 一个鲤鱼 一斤左右的一个鲤鱼 直接飞后面去了 兄弟们 如果他这个肝 如果肝子不好 入水再生的话 百分之百会给它爆掉 这个暴力 鱼鱼鱼鱼鱼鱼 鱼鱼鱼鱼鱼 你要看你的装备好不好 前几期我的视频 有钓友给我评论说 说我是玩黑鲤的 那个暴力鱼鱼鱼鱼 兄弟们 我都是一个手 提肝 那不叫暴力 兄弟们 他们都是 两只手 就这样提肝 那才叫暴力 伙计们 对不对 兄弟们 你们 在野调 或者是黑鲤刺鱼的情况下 兄弟们 你们暴不暴力 你们有没有暴力 提肝 刺鱼 然后 然后 没见鱼 手上连手感都没有 直接就爆肝 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是没遇见过 我一直 想着 能碰见一条鱼 把我的鱼盖给爆掉 把我的鱼盖给拉走 但是 从来就没有给我 我这样的机会 好兄弟们 本期视频咱们就拍到这 关于这个暴力提肝 兄弟们 暴力刺鱼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没有 兄弟们 有什么想说的 兄弟们 咱们可以在下方评论区 咱们交流交流 讨论讨论 好兄弟们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哈喽兄弟们好 几期没有给大家更新视频了 刚才一个钓友在我这里玩 我们在就是说 怎么样去钓大鱼的时候 钓鲤鱼 也不能说钓大鱼 我们这边以钓鲤鱼 锦鱼为主 白条 我以钓白条为主 然后 在讨论这个时候 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这个钓鱼就是说 去鱼具店找老板和老板学一下 这个问题兄弟们啊 鱼具店老板 不一定鱼钓的好 但是兄弟们 他知道在你这一片水域用什么样的耳料配比用什么的耳料钓什么的鱼 他肯定会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他是卖耳料卖鱼具 到兄弟们 什么样的耳料卖的多 什么样的耳料卖的快 钓友经常用什么样的耳料去哪里钓 用什么样打窝用什么样钓 钓友们都会给他讲 这个 它会比咱们到一个陌生水域之后 你不知道用什么样钓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耳料 你有可能会造成空军 你要说鱼具店老板 他的钓技 都一定会很好 一定会好 这个 不确定兄弟们 就比方说 我认识的一个鱼具店老板 也钓鱼也有20年了 兄弟们 他钓鱼 我们这一片的人 都没有一个人去扶他的 为什么兄弟们 开耳都不会 他开耳没有说一次 能开成型的兄弟们 他就比方说开老三样 老三样配比 也就是他就是胡乱搭配 倒下去之后 也不管这个比例多少 水倒下去之后 兄弟们有时候很干 再加水 有时候很稀 还要再倒耳料 20年的钓铃 兄弟们 就这个水平 而且兄弟们 还有什么就是说 在他守大鱼的兄弟们 守鲤鱼的情况下 去年 我跟他说哪个地方夜钓出鲤鱼比较好 我那三个小时 我钓了十几条 然后我告诉他弟弟 第二天 给我打电话说 老是黑鱼老是有口打不到 然后我说你用的多大的钩啊 他说他用的是十二号一是泥 那时候兄弟们鲤鱼 也就是一斤多二斤的样子 没有大的 十二号一是泥 兄弟们 能钓到鱼 钓到鱼的情况下都是死口 但是兄弟们 钩子特别大了之后 他挂了两颗玉米 钩子特别大了之后 他会给你那种夹口 而且他用的漂 视线量比较大 而且是纤绿道底 紫线六十公分的紫线 也有可能造成鱼撞线给你的那个夹口 他鱼线兄弟们用的几号你知道吗 八加八加六兄弟们 我说你钓鲨鱼的吗 钓个鲤鱼 一二斤的鲤鱼有必要吗 四加二就大了 三加一点五就行了 八加六 我们这边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兄弟们 叫什么兄弟们 叫麻绳钓 麻绳大兄弟们知道吗 那么粗那种 钓鲨鱼的内容 我们给他起了名字叫麻绳钓 你钓鲨鱼呢 他的什么东西都是大的 然后 近段时间 喜欢上了抽白条 他看我视频 现在我估计他都在看我视频 你们 喜欢上了抽白条 每次抽白条都是高兴的 不一乐乎 七米二干的抽白条 抽了几天 打了几天针 在鱼院里面打了几天针 腰痠背痛 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所以说兄弟们 鱼具店老板 钓技不一定好 但是 耳料配比 在你卖一片耳料配比 耳料搭配什么样的耳料 钓什么的鱼 这个他肯定 会知道 如果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不知道用什么钓 不知道哪里有钓点 你可以去鱼具店买点耳料 买点鱼具 鱼具店老板会非常乐意的告诉你 我不是给鱼具店老板打广告 我也不是黑鱼具店老板 咱们就是事实 就是事实 以事实说话 以事实为据 好兄弟们 你们感觉我说的对吗 你们碰见的鱼具店老板 有没有不会钓鱼的 好兄弟们 本期视频 咱们又拍到这儿 有喜欢钓鱼的兄弟们 欢迎在西瓜视频 广告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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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 好兄弟们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好兄弟们 给大家又见面了 在这里我 郑重的说一件事情 本人 头条西瓜号 倪称 东哥钓鱼 在这里正正承诺 我只有 在西瓜视频 和头钓号 发布视频 而且 只有这一个号 东哥钓鱼 我这一段时间 有好多网友 和粉丝朋友 私信我 说在某某某平台 发现 有人用我的头像 而且 名字也一样 基本上一样 我的头像 我的视频 它里面 发布的全部都是我的视频 然后头像也一样 然后 倪称变成了 东哥钓鱼1 东哥钓鱼2 东哥钓鱼A 东哥钓鱼B 等等等等 能转发我的视频 我是非常感谢 但是 你用我的头像 用我的 视频 然后 倪称还和我一样 然后去卖货 去挣钱 你这个 就属于盗窃行为了 然后我看了之后 我给他们发了私信 请求他们 也不能说是请求他们 就是说 制止他们 警告他们 然后 你可以转发我的视频 但是不能把我的昵称用上 不能用我的头像 然后不能在我的视频上面去卖货 为什么 不是我这个人小气哈 我也是为 大家着想 你想一下他 有的粉丝朋友 是比较喜欢看我视频的粉丝朋友 呃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然后在他的视频 连接上面去买货 然后造成必要的损失的时候 有可能 你们会认为是我 但是不是 我不卖货 我视频上有商品店 但是 我从来没向大家推广过 我不卖货 所以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本人不卖货 记住这一点 本人不卖货 然后 本人只有在西瓜视频和头雕号 只有 这两个 呃 网站 这两个平台 发布信息 而且只有这一个号 东哥调进鱼 在这里 给大家正正正正正正的说明 在其他啊 你就是在 你就是看我视频 不是本人的号 你 你造成你的经济损失啊 买了假货 本人一概不负责 因为我不卖货 希望大家啊 能够看清楚 能够 理性对待 也和那些啊 盗用视频 那些视频的搬运工 和他们说一下 如果你想挣钱啊 你请你自己 拍摄你属于你自己风格的视频 不要去盗用别人的东西 说清了啊 你就是啊 盗用视频 说中了呢 就是盗窃行为 如果造成经济损失 你这是违法行为 必将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好兄弟们 本期视频咱们就拍到这 有喜欢东哥视频的兄弟们 欢迎大家一如既往的关注 好兄弟们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